这个胖妞坐在浴缸 她被推进红色的液体中 任由旁边的女人一顿揉搓 等到她再次出来时 竟成了个凹凸有之的苗条美女 和刚刚那200斤的胖妞完全大变样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胖妞叫做小美 最近她发现老公似乎对自己冷漠了许多 不管她说什么 对方都压根没听进去 明明共处一张床 却像隔了十万八千里一样远 等到早上 小美早早起来做好了炖丰盛早餐 哪知老公一看她包的瘦肉粥 就开始满脸嫌弃 说她一天天就知道 整些油油腻腻的东西 早餐都没吃 就赶着要上班 连招呼都没和小美打 就跟自家狗狗一番问候 小美这日子过得 真的是连狗都不如 之后她去给老公洗衣服 却听啪哒一声 对方的口袋里 居然藏着各夜凤凰打火机 这可把小美气得 坐在原地就是一阵暴哭 接着她又翻出自己的包包 拿起那张写着 无痕西枝的整盟小卡片 她跟随上面的地址 来到一户神神秘秘的住宅 哪知小美刚要敲门 大门却诡异的自动打开 迎面坐着一个女人 那正是这里的老板娘 对方招呼小美进屋 就带到一个小房间 看着浴缸里满满的红色液体 老板娘称 这正是自己特制的美容液 只是这个浸泡过程 会有些难以忍受的痛苦 所以为了留住她的心 你真的愿意受这种罪吗 但小美已经下定决心 就算再怎么痛苦 对于自己而言都是值得的 只见她躺在床上 身体被老板娘涂上标记 做好准备后 就直直地坐进了浴缸 这是泡进去就能整容的液体 胖妞泡进去不过一分钟 再次出来时 她就成前凸后翘的辣妹 要说这红色的整容液也真够神 只需让人帮你来回揉搓 虽然过程有些痛苦 但带来的收益 简直就是帮你脱胎换骨 胖妞小美满脸不置信 这瘦的功效还真的点 该瘦的地方瘦 不该瘦的还是那样 看着自己的大肚奶败败肉 全部消失 小美整个人都欣喜若狂 只见老板娘将一瓶 没稀释过的整容液 交给小美 说她总有一天能用上的 而大便模样的小美 走在家楼下 貌美的面容 也引来了百分百的回头率 哪知这时 老公却牵着狗来了 狗狗一见到小美 就静止地扑了上去 而色胆包天的老公 一见到眼前如此美人 眼睛就笑得成了条缝 直呼咱小区 还有这样的仙女呢 小美有些忍不住 刚想对她几句 老公就立马来上土味情话 那油腻程度 怪不得早餐只喜欢吃清淡的 看着如此好身材的小美 老公忘记自己老婆的存在 拿出名片就想让其家个好友 这要是换作是你 你会咋做呢 之后小美住进酒店 和老公撒谎说自己要回娘家几天 哪知对方又不耐烦 说自己在忙呢就赶紧挂了 确实 因为你这头还在和小美聊着微信呢 那消息多道 能不忙吗 舔狗般的一连串消息发过来 还邀请小美去自己家吃晚饭 看着老公这样的做法 小美也彻底心寒了 她拿起那瓶没稀释的整容液 心里有了个计划 你见过这样的渣男吗 胖老婆平时甘心未对她洗衣做饭 但她对人家的态度 却还没一只狗好 等到小美变身成了苗条美女 她却怎么都认不出来 还各种舔狗的土味情话一番撩骚 让人看了都想冲进屏幕给她几拳 隔天老公把小美带回家 还撒谎说自己就一个人主 根本就没有结婚 暖色咪咪的眼神 加上毫不掩饰的开油 简直让人受不了 趁着老公去做饭 小美去跑到卧室一番调查 她看遍房间看遍床底 整栋房都快给她翻了个遍了 都压根没找到自己用过的东西 好家伙 这狗东西还真你压得渣 怕不是把小美的东西全丢了吧 等到晚餐丰盛出炉 老公还专门买了瓶酒 她想要干些什么 大家都知道 小美直勾勾盯着对方 眼神里都像是架了把刀似的 就在两人举杯共饮之时 小美不禁回想到了过去 两人在刚结婚时 老公也是这样贴心地给自己加菜 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 对方也早已对自己毫不在乎 此时小美回过神来 面前的老公却忽然昏睡了过去 原来她早就留了准备 只见小美从包里掏出那瓶 没稀释的枕容液 正当要复仇时 她却再次回忆起了过去 当初两人的点点滴滴 如此幸福如此甜蜜 而此时小美走到昏睡的老公身旁 就在要给对方倒上整容液时 随之滴落脸颊的 却是她的泪水 她终究是不忍心啊 最后小美放过了老公 将整容液丢进垃圾桶就走了 那么对于这个结局 你满意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短片出自 奇妙博物馆第一季的美容液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